这主播可以看到原本的路面 现在已经变成了汪洋一片 中台凯米持续侵袭台湾带来雨势 在彰化西周就发生了工人受困的状况 带您来看现场画面 可以看到工人是被卡在沙洲上面动弹不得 四周的流水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彰化着水溪的水量不断的在向上增加 因此也发生暴涨的一个状况 那帝斯河川局的委外工人 在今天凌晨要去查看 不过在开着怪手到沙洲上的过程 突然这个水位就暴涨了 也导致些工人受困在沙洲之中 而彰化消防局接获报之后 出动13车22人 加上两个船艇前往救援 最后以一个大型的怪手到对岸 来协助受困的工人来脱困 所幸这两名工人都没有受伤 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